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一场舍命最多的演讲 您这个试验室是在 几万米千万公里的范围内的那种 大范围的大规模的活动 你看这个概念 多神秘 涉及到一些保密性质的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不好评价 这是一场最靠验智商的对话 子弹只有几百米每秒的速度 拦截的武器 它是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 真没听明白 用初中的那点点知识算一下 特别害怕跟学霸说话 就老是被碾压了呀 很简单 拦截导弹拿来当普通导弹用 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三个字真是 每次都把我戳得疼的呀 问问题 不要让陈老师老有机会说 很简单 您的工作是不是无聊单一 如果战争迫在眉睫 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作为一名军人 就是两个状态 战争的状态 准备战争的状态 我们是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谁也不敢跟我们战争 中国脊梁 一往值钱的中国力量 本期研究者 陈德明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健康宁酒 创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 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 萨贝宁 欢迎各位 世界风云变幻 但是为什么我们 能够享有这样的安宁 我想有很多的力量 在维系着一片国土 它的安全 这些力量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国防力量 那么今天 我们就请到了 这样一个强大的 国防力量背后的脊梁 而他们当中 很多人是非常的神秘 掌声有请 我们的反导任务 靶场实验系统 副总设计师 西北某基地研究员 导弹实验专家 陈德明先生 有请 谢谢 您好 谢谢 您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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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平时要走在大街上 谁也不会想象得到 您是一个 我还得看着说 反导任务靶场实验系统的 副总设计师 对 然后您是专门做导弹实验 对不起 是试验 对 对吧 考试的是导弹试验 宝盖筹的试验 是在家里的 有房子的 有顶的 有顶的 您这个试验是在 是在露天 数千公里 几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的那种 大范围的大规模的活动 看这个概念 多神秘 大范围 大规模的活动 您的导弹与反导实验 到底是什么 导弹的话是进攻性的 那么反导是干什么呢 就是你 战略核武器过来以后 我一定要有一个 对抗的手段 如果说是把导弹 当作无尖不吹的矛 反导 那就是盾牌 有矛就有盾 那么在导弹攻击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有一套 反导弹的防御的系统 对对对 这么说起来的话 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概念 什么导弹拦截什么的 是不是就跟您的 这个研究的项目有关系 反导啊 说拦截啊 它是分很多的层次的 单导导弹飞行 它大概有80%以上的时间 都会在大气层外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块工作 主要是针对大气层外的难解 那么它这种难解 一般在行当里面 它是说是战略性的 所以我们是说是战略防御 就只要它击中目标之前 可以分成好多段 好多段 您研究的那段 是在大气层外面那段 对对对 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个 非常珍贵的视频的片段 这是我国首次 中断反导拦截试验的现场画面 当导弹拦截发出的火光 照亮西北夜空时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反导被誉为 目前世界军事最尖端的技术对抗 2013年1月27号 继首次陆基中断反导拦截试验 成功之后 我国第二次中断反导拦截试验 又取得成功 它是两个运动着的物体 在空中接触 很多人把反导当作是子弹对子弹 它其实要比子弹对子弹要难 你子弹只有几百米每秒的速度 被摧毁的那个目标 它是每秒钟几公里的时速 拦截得过去 它也是每秒几公里 你可以用初中的那点点知识 算一下 就是那个毫秒级 微秒级的一点点时间差 那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根本就找不着了 我就特别害怕对学霸说话 就老是被碾压了呀 你可以用你初中的物理知识算一下 我基本上都忘光了 下一句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导弹和反导能力 目前在国际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哪个国家是最厉害的呢 咱们国家排第一次 因为网上有很多排名 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投票排 不好评价 我只能说我们国家的导弹技术 在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很先进的 我本来以为您会说个惊天动地的 还是很先进的 对保卫我们的国家 震慑敌人是有能力的 好 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 现在有请陈德明先生为我们开讲 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讲台上 说实在话 我心中非常的忐忑 那么我们就接着前面那个视频开始说 那是2010年1月11日 或2013年1月27日 我们国家两次中单反导的 拦截实验的场景 在反导任务的实施过程中 我去了携着我们基地首长 进行技术协调以外 还具体的负责 目标探测识别系统 和快速分析评估系统 这两个具体的方向 那么在把弹升空以后 目标的识别信息 定轨信息 日报信息 时刻都在敲击着我的神经 因为这些信息是可以直接影响到这次任务的成本 在美国 也因为着这些信息 而使得把弹已经飞过了 南阶弹还有没办法起飞的 也有把弹飞过 南阶弹起飞 打不上了这种势力 所以刚开始非常的紧张 那么当我看到 南阶弹直接击毁把弹 在西北的夜空产生的那个绝大的火球 照亮总共太空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 用力地挥动了警户的诱船 然后下意识地起立 鼓掌 我在为这个任务的圆满成功而鼓掌 为任务全线 所有人员的汗水和智慧鼓掌 也在为我们激励 心情的付出 或其中激励的艰辛鼓掌 同时也为我自己的团队 所研制的科技成果 在这个任务中 取得了超出我自己日期的效果 鼓掌 导弹事件其实是一项风险 非常高的事 有很多棘手的难题 或者不细而遇 在本世纪出一个纵向 我们的一个新型的战略导弹 飞行实验势力 它的弹头解体了 远远地偏离了 我们预定的那个落区 很多相关单位的专家 也算了几十个可能的落点 或搜索范围 我们基地每天都组织官兵 要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七八月份的戈壁滩 地表温度是六十多度 那么六十多的什么概念 一个鸡蛋放在那 可能都能熟 那么一天下来 那搜索的战士们 嘴上 脚上 船石炮 走路 都是跟那个机器人一样的 木呆呆的了 那么就这样的搜索 进行了两个多月 毫无收获 搜索陷入僵局 这个时候 基地其实是希望停止这个搜索 但是所长 专门的指示 不管是三个月 还是五个月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弹土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说是 比较主动地 领受了这个任务 要求我在七天之内 给出一个可信的搜索区 当时他们能够想到的 能够做到的各种各样的办法 都已经想了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那么到了我这儿 我要是还是用这些东西 那么一样也不会有结果 那么唯一依靠的 那么就是创新 那么当时 我临时组建了一个团队 大概是四个人 建立了一套特殊的 动力性模型 或一个传心的固扇方法 大概有四天 然后把那个算的结果复合 我们给出来一个结果 一个核心搜索区 是15平方公里 而前面专家们 前面给的那个搜索区 是多大呢 大概是1万平方公里 那么大的方 当时还说过笑话 我们的一个所长说 如果在你给的方位内 找到了 那给你去打工 我就持一口 印了一句 我说如果找不找 是没好好找 我自己带人去找 结果就在那个范围内 也找到了 那么这个研究呢 对我们后续 很多的类似的情况 或甚至更特殊情况 的一些任务 我都非常好地完成了 这段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一个基础 另外在我们的工作中 还经常有一些 事工见惯 大家稀有为常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以前的导弹实验中 每次实验都做一个特别烦的事 就是导弹飞上去以后 它自己有一个时间的零点 那我们地面的测量系统 比如说雷达 光学这些 它也有个零点 那么这个零点 应该是对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看电视的5321 点火 就应该是从那开始 但实际上它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两个零点的差 对我们导弹 射击精度的分析评估 它会直接产生影响 比如说我们战略导弹 比如说6公里每秒 那么如果你这个零点差 一毫秒 那多少 6米 差了一秒钟 可能就差了6公里 那肯定不行了 所以在精度分析和评估的时候 这个是不允许的 你一定要把它搞得很准 那么基地每次都撤 撤起来非常的复杂 它关键是又撤不准 拿的那个结果 每次用的时候又不好用 争吵不断 知道有一天 靶场的专家 窦志明将军 他就突然间提出来 我们可以利用 导弹自己的 导航的那个数据 我们靶场的 雷达的数据 两个数据 求解的话 可以把这个时间差给求出来 这个工作不要做了 当时我就在旁边 那么一项 一直困扰着 我们很多专业方向 是技术人的 那么个难题 竟然就用了一个 机理并不复杂 并且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解决了 对外人来说 可能 靶场导弹实验机理 显得很神秘 但是对机理的工作来说 它基本上 大的就是重复和类似 那么一个型号 接着一个型号 一次任务 接着一次任务 重复 繁琐 平淡入水 那么在 重复中 我们要怀有改进之心 那么在平淡中 要怀有探究之心 这种探索和改进的机器 就会让我们 这种重复平淡的生活 生动起来 也会让我们 天天提的那些创新 这个过程 自然起来 我是1990年 毕业入国防科技大学 自动控制系 航天动力学 飞行实验专业 那么那一年 国防科大 它要求所有的学员 除了保送上研究生的以外 都必须参加分配 并且 保送上研的那部分学生 也要在部队 先淡念一年 再继续 读研究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经过深圳考虑 自然选择 去了基地 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真正到了基地以后 还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湖南人 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在湖南待着 所以一到基地 看到那个满眼 都是荒凉的戈壁滩 再看看有零星的诺骑刺 然后那个云房 又破又旧 到了单位以后 看到60多个人的 一个技术室 公用一台 很老旧的 我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么一台危机 你想着这样的地方 能干出个什么东西呢 可能单位的领导 可能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 把我们带到发射厂 带到烈士林园 那么在高耸的塔架下 或英雄的墨碑前 跟我们讲了基地 很多艰苦创业的故事 为了早日实现 两单一新 老一位创业者 在弱水河畔 扎银房 天当帐篷 地当床 那么三块石头 架口锅 野菜 盐霸 但干粮 硬是在 缺设备 缺技术 缺人产 外国人认为 根本不可能 搞科研的条件下 靠着自己的一颗红心 或两只手 打出了一系列的争气弹 争气心 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先辈们 国家高于一切 使命重入生命的价值追求 深深地打荡了我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履历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我想 如其在戈壁滩 抱怨 等待巴脸 不如实实在在地 干上巴脸 如果你长时间地付出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心力 那么你一定会 产生一种 不容怀疑的 一种热爱和感情 那么八年过去了 甚至几个八年也过去了 我还在基地 还在从事 同样的事业 谢谢大家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这会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 唱到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 今天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大家 请坐 请坐 您说实话 不是特别享受 演讲的过程吧 那是 没干过 但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您有一颗 演讲的心 连续几个鼓掌 就让我相当震撼 是为我们的团队鼓掌 是为我们的团队 在这样一个 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 发展出了一个 我们的真正的鼓掌 陈老师显然是做了 非常充分的准备 您更多的时候 可能是要埋头 在实验室里计算 测量 包括和大家一起探讨 解决方案 我喜欢看数据 对 就刚才 说到那个 关于这个时间基点的问题 我们是真没听明白 很简单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就好讲 对 好 比如说我们俩都用 都一块表 对 咱们都说开始 开始 对时 但是 对时完了 你能从这个时间 零点开始 你干你的事去了 我干我的事去了 好 我们要比较一下 在100秒这个时刻 你是什么状况 我是什么状况 那好 你刚开始 我说对时开始 是我们俩差了一秒钟 那我还是百秒的 你已经到101秒的 怎么对怎么比 但我们觉得 现在的这个测试 计时系统 不就很精密了吗 它是两个漏油 点火时间 比如说你丑发一下 那我是经过这个路径 传到我的雷达 传到我的光学 那弹上 它经过它自己的路径 传到它自己的导航系统 那两个怎么会一样呢 就系统不一样 那一样才取了怪了 对吧 就系统不一样 崩溃了没有 所以这就叫隔行如隔山 就在您讲到 您去戈壁滩待了八年 演讲的时候 我问我们同事 我说陈总是哪一年生人 大家猜一下 五十岁的人了 完全不像在戈壁滩 风吹日晒 那种环境下 您怎么这么水灵的保养 你为了证明你的观点 给我加C手 我有什么办法 您就四十九嘛 对啊 对啊 那五十不一样 感觉是不一样的 五十都五十了 你四十九四十多 科学家就较真 你看四十九跟五十 就非不承认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那么艰苦的条件 肯定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就白发苍苍 满脸沟壑纵横 这波人里面啊 第一个头发好像还不少 对啊 第二个 黑幽幽的 不白啊 那一波的 继续去了很多很多 现在回过来看 好多看不到几根头发的 有是吧 那个白的头发的也有 但是我后面 那就是不想 不胡思乱想 我曾经连着几天几夜 在做一件事情 扛不住了 那就睡了 就睡着了 然后醒来了 干啥干啥干啥 你精神也很好 你不东想西想 日子很好过的 翻译成现在年轻人 比较听了懂的 就是没精没肺 日子很好过 保护岁数什么的也不想 谁是不熟啊 这没关系了 这坑完了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你会想 我做不好怎么样 我最后搞砸了怎么样 比如说 我前面讲了一个故事的时候 当时我接那个活 就是那么多人都找不着 我说你尊敬状的 这个时候 我就干了 那么有很多人说 你这傻乎乎的 你要搞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就没想 后面前一阵也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感觉 我说 我认为这个事 我还有想法 可能做得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即便是做不出来了 对国家有什么审视 没有啊 你想想不就这么回事吗 我还是有一点底的 为什么有一点底呢 我曾经对导弹的各种飞行模弹 做过可能接近 一千万次的仿真计算 哇 对各种各种的模态 一千万次 我这个分析 例如说另外一件事情 我真的算了两年 那个时候计算机很差的 就是连事24小时转 所以我对这些 它什么情况下 应该怎么飞 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中间一点点问题 它会怎么拐 我还是有心理有瘦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活 所以军人的军令状 有的时候不是盲目的勇气 就感觉这是背后两年的时间 上千万次的计算 经验的积累 让它有这样的底气 通过您的这些讲述 我们能够触摸到 我们平时想象中的人 他们的真实的模样 是什么样子 在您演讲的过程中 观众也写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孩子问的 他很有想象力 拦截导弹 这种导弹 能当普通导弹用吗 比如战斗中 万一普通导弹打完了 拦截导弹能上去用吗 这是哪个观众问的 我看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是哪位 是你 你看着不像个孩子 你应该是大学生了吧 我是研究生 你 你肯定不是学相关专业的 对吧 文科生 工科生 这个拦截导弹 从概念上说 你这种想法是成立的 它一定会是 既做我们的防尔弹牌 也会做我们的进攻的力气 我一开始看这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觉得怎么可能呢 拦截导弹 拿来当普通导弹用 拦截导弹是防御性的 怎么能 很简单 但是它 我 我导弹都能打 这三个字 真是 每次都把我戳得疼的呀 你说 我导弹都能打 还有什么别的 还有什么 我打不着它 好 谢谢 请坐 请坐 好问题 连七公里每秒 时速的这么快的东西 我都能给它打下来 还有什么固定目标 我是打不着的 是吧 所以这么一想 但不一定非要是固定目标了 固定目标用不到它打 它也一定是动目标 才有意义 我也不再做任何补充 我不太敢再听那三个字 很简单 来问问题 好 问一些复杂一点 不要让陈老师老有机会说 很简单 我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我是研究军事和法学 这一方面的知识的 但是像我们这个专业的话 学的一些东西 也是涉及到一些保密性质的 你是国防生 对 国防生就是军队委托地方大学 然后为其培养的 那些后备警官 所以我们以后 在毕业分配的时候 也要服从国家的安排 如果万一有一天 我们毕业之后 去的工作岗位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可能更多是去基层 去西北那些地方支援 预期不一样的话 该如何调整呢 很有可能你就到了 对 陈总的那个基地了 对 来了一个新战士 心理伤法很多 有的时候 不管什么原因 到了一个单位 你首先肯定有个日期 那么这个日期 往往 它和实际情况 那个差别 还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我当时去 我已经把那个地方 想象得很不成样子了 我刚开始去 每天流鼻血 它那个地方 那湖南潮湿上 它那个地方特别地干燥 对 都有的时候睡觉 感觉鼻子一痒 一摸 就湿的 然后灯一打开 就是流鼻血 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要不要脑流 那不行啊 对 那就是问 问那个 本性也是南方去的 他说你在那个 床头放那个湿毛巾啊 边上搞那水啊什么的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人你不搞 他可能也适应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生活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 只能适应脑的 关于是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我去的第一天跑到第二天 关于交代一样活 交出干 算法模型都排出来了 我说这次上机嘛 没有办法 当时有一个气象 气象上面的设备比较先进 当时一个还在彩色的386 我说这是很先进的 那个时候那386是很厉害的 就拿着这个 我把这活干完了 我就脑子不还了 这样的气象部门的便利 对对对 就一字一字一用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个想法 如果假如说是你 就是为了过一段时间 我要走 那是一种搞法 就是说现在已经这样了 那么我总得 向好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只能是现实情况 我认账 我有一个老所长 他离开基地的时候 把我叫他家里 说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从事一个行当 你坚持十年 你不动摇 你一定会成为 这个行当 国内 至少是最好的专家之一 说不定之一都会跟你摘掉 你再要认账好一点 你就是国际上最好的专家 关键是 你这十年 你能不能在一个点上 你一直坐下去 十年摩一见 您在那边工作了 一个八年 又一个八年 您在这期间就没有想过 去换一个工作单位 去一个更好的城市 或者说回到您的家乡去工作吗 你把你的时间 精力 心力 一个长时间的付出以后 你就会产生一种 很难割舍的情感 对这个地方 对你从事这个事情 都是这样 我有的时候 就没有太多的意识 我会去吃完饭了 去到办公室 或者什么 我没想到我是去加班 我就很自然地到那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有个公司没推完了 还有个厌子没做完了 这就形成一种生活的习惯了 那么另一个方面 就说你是完全不动心吧 这也不可能 有些条件还是很优厚的 我记得有一个单位的所长 他都亲自到我们基地的所长那 出过好几次 那个是我有点动摇 因为我们干的活 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说换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平台 另外一种方式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些尝试 我那个时候是有那么的想法的 但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基地的所长 他就当着我的面说 除非我不在这位置上干了 要不然你就老是跟我待着 第一个我们很熟 第二个他的决心就很坚决 你没有必要 我也别您会说心灵鸡汤的话 结果您说的理由是 领导说了 只要他还在那 我就老是待着 很直接了当 您当年去西北基地工作的时候 您是带着您的爱人一起去的 那时候您的爱人 为什么会同意和您一起去那么西北 那么可难 这个可难啊 不容易的 您是当时带着家人一块去 不要说带啊 这个难道什么程度 当时是家人带着您 这个 我当时决定要去的时候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宿舍 就那都夏天了 打电话吧 叫过去 然后我坐那 一个一个坐着 登登登登 他们那女同学就坐那 那个 就死着说 我这个决定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就 您闯进了女生宿舍 不是闯了 就是开披斗会 全体宿舍成员披斗你 用的最狠的话是什么 您还记得 我没听清楚 我就听到说 但您就知道气氛不对 我就干脆就是笑哈哈 笑哈哈 我说哪个地方都不是天堂 哪个地方都不是天堂 就完了 然后一把抓着 没有 我就先走了 那我觉得您爱人真是 很了不起 其实这个主要是理解 你说我就是不是这个 我现在天天陪着玩 得到个什么呢 可能就是感觉上 他没去 没去加班 没去做研究 这会儿在我身边 那就如此而已 实际上你也做不了什么 有时候还天难 对不对 我有打探一个小隐私 您爱人是做这个行业吗 也是 那还好 也就是说您跟他 平时拉着他说 子母蛋的散步特性 他还能明白 听不懂 听不懂 对 刚才有听到您讲 重复这个词 其实我的工作经历 最多的也是重复 我是一名特警 我 很厉害 很厉害 我18岁入五参军 然后当了两年的特种兵 四年的特警 其实在这四年期间 我个人执行任务 才不到四次 其实我之前有进行 两年的专业的设计训练 但是到现在为止 却没有真正地开过一墙 平常学了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根本用不了那么多 您的工作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表面上听起来很刺激有趣 其实很无聊单一 然后空练一身 本领 却无用武之地 哇 工作本身 其实你做哪一行 大的手心来说 真的就是重复 作为技术研究来说 我不敢说 我今天有意思地 我去把哪一个方面的知识 我去做齿背 那么到明年或者后年 一定会有用 但是你要是没有 这些有意思地扩展 那么到了效用的时候 你甚至都不知道 有这方面的知识 这种是很可怕的 我刚才一想 您跟它在某种意义上 一眼一样 也许在咱们有生之年 都不会亲眼目睹 一场核战争 也就是说直到最后 您都不知道 您设计的这个反导系统 在实战中 到底能拦截几枚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演习 做某种程度的验证 军队其实我们发展这些武器 增强国防的实力 不是说我非要去 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是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谁也不敢跟我们战争 所以国防力量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和平 我们真的希望 陈德明先生和他的同事们 研究的这个反导系统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派上用场 但是就像您说的 必须得有 对 但你不是执行过四次任务吗 大概是些什么样的任务 抓一些毒贩 或者一些罪犯什么的 你是要到抓捕现场 对 你是要动手的 对 在一线 那你这个 在我们节目上镜头没事吗 因为我化妆跟穿景服 几乎就是两个样子 那腿踢了 很酷 可以踢到姚明的头 我觉得 有你们在我们身边 安全感会大大增加 小萨哥好 陈总您好 我是来自航天科工集团的 一名航天设计师 你是造火箭的是吧 这个 最近去更好一点 宝宝心里清楚 但是宝宝不能说 那跟陈总呢 也算是半个同行 想必陈总也非常清楚啊 加班呢 是咱们航天的一个传统 那5加2白加黑 是经常的事 5加1白加黑吗 是的 是的 有时候一周工作80个小时啊 真的感觉自己身体呢 是被掏空了啊 那如果一做试验的话呢 就要熬几个通宵了 那一做试验呢 就不能带手机 那其实这样也挺难 交到男朋友的 因为动不动就要失联 失联你还不能跟人解释 你在干什么 是 而且如果一进试验场的话 那就是好几个月 不能回北京 那是 这样男生就更不放心了 父母问的最多的 不是你工作怎么样了 而是你对象找了没有 我知道您被称为是陈铁人啊 我知道您的手机永远是 闹铃是在晚上的11点半 提醒您该下班回家了 为什么您会这么拼呢 您就不觉得累吗 因为他已经有爱人啊 他跟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是可以现在放心地去打兵 你现在比他差远了 你八字还没一分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 说你没感觉累吗 对我来说 一个事情你开启以后 它是进入一种纯净的状态 你那个时候 可能就没有太注意这些 你累不累啊 你能不能扛得住啊 没有这些感觉了 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 你看那个赌博的人 他有意义吗 他几天就也不下桌啊 对 对不对 他毫无意义 不像我们有的时候 做一个事情 自己都感觉到要表现一下 这个事情我都做出来了 我很了不起的 他这种喜悦 很奇妙 很怪异 我很享受 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 找不着男朋友 我们的行列系统内 第一个范围还是很大的 所有人都很优秀啊 对 您团队有没有现在单身的男同志 没有 您团队那么和谐幸福 全都解决好了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还说要有单身的 可以介绍一下认识一下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爸呢也是军人 那也是在一个试验基地工作 那跟您还是校友 我自己选择航天这个行业啊 跟父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 觉得航天这个职业呢 特别地高大上 那可能自己在专业上 攻克的一个小难题 有可能就是国防前进的一大步 所以特别钦佩陈总 也谢谢你 找对象 一定要找一个理解你的 让你能够放心地在外面打拼 下一位 我以前在这个伊拉克呢 做过一年的战地记者 所以其实我今天想问 陈总的话题呢 就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导弹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的时候 其实这个战争 只进行了短短的是42天 但是前面38天都是美军发动空袭 那么美军一共发射了 288枚的战俯式巡航导弹 一共扔下了9300枚的激光制导 炸弹 然后发射了5300枚的小牛式空对地导弹 实际上是完全摧毁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和海军 那么在25年后的今天 如果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 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作为一名军人 就是两个状态 一个是战争的状态 一个是准备战争的状态 是军队也是实际 它不存在你做好没做好准备的问题 而是你必须就在这两个状态中 要么是战争 要么在准备着战争 刚才这个回答还是很让我感到震撼的 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反导系统 可能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 比如说星球大战计划 比那个还要早 部分导致了苏联实际上被拖入 一个所谓的军备竞赛 现在我们国家也在搞这个反导系统 那么到底搞这个反导系统的意义有多大 会不会被拖入所谓的军备竞赛的泥潭中 伊拉克战争其实让我们见识了 什么叫现代化的战争 什么叫精确的打击 什么叫一个强国 对一个弱国的凝弱 可颠覆了很多传统战争的观念 星球大战计划 让前苏联陷入一种准备竞争 最后说是导致了他的解体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方面 甚至不是主流的方面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要搞 那会不会也进入一种准备竞赛的泥潭 我们先不说泥潭不泥潭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首先生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然我们不希望战争 但真的别人有这方动意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想上天祈祷吗 他会听我们的祈祷吗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 保卫我们一些关键的系统 或者说环境能力的手段 要没有你完全地张开 完全地没有防备 你放心吗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活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免费出行名额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想上天祈祷吗 他会听我们的祈祷吗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 保卫我们一些关键的系统 或者说环境能力的手段 要没有你完全地张开 完全地没有防备 你放心吗 一定要有能力 但是我们做到什么程度 最后怎么样用这个经费 据我所知 投资量并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要求的 主要是技术一定要先进 耗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有的时候 扫描比仗挺有意思的 一个进攻性的导弹 其实挺贵的 它润载很贵 然后那个战斗部更贵 真正因为那一页的导弹 它并不贵 它是相对来说 是便宜的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对 就是很便宜 那个价格就是没有可比性 但是有 是一定要有的 那你看毛主席 在六十年代 我们国家那么地困难 技术水平那么地低 工业技术那么差的情况下 就说到五年不行 十年 十年不行 十五年 总要搞出来 您提到 在平淡重物的这种工作中 去发现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 然后去解决 我是一个在自己的创业公司 带领整个公司的研发团队 去做创新的事情 我会发现很多年轻人 更有这种创新的想法和思路 但是有的时候 恰恰在团队中 如果有很多 他们膜拜的大佬 他们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 他们没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很多年轻人 更有这种创新的想法和思路 但是有的时候 然后恰恰在团队中 如果有很多 他们膜拜的大佬 他们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 他们没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不关南行 它有很多惯例 这些惯例要打破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做实验一次也是 每次都是这么试 并且都很好 稍微变了变 就出问题了 那就更让大家往脑套路上走 咱们可以另外换一种方式 那个就是大的打破了 软奈的那个套路 那刚开始 那很激烈 有的老人拍桌子的 叫什么胡闹 最后 技术人是最好说话的 你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要这么搞 我这么搞 会带来哪些的收益 你不是担心的风险吗 你那些风险 我一点点跟你说 它没有啊 那么搞完 当时可能反对你 最厉害的人 最后就是支持你 力度最大的人 为什么 他为什么反对你 那不是他私事 那是国家的事情 他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那么你好 他会支持你 陈德明先生是 国防人中的一个代表 但是在他的背后 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一样 为了我们的和平安宁 在做着努力和奉献的人 所以今天的最后一次掌声 我希望不仅仅 是送给我们的开奖 更是送给我们所有的国防人 再次掌声感谢陈德明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 谢谢 下期开奖再见 谢谢